男人只是打开了货车的柜门 发现了里面满满一车的尸体 尸体的双眼泛白 死状极其奇怪 为了逃脱责任 男人将一货车的尸体抛在荒郊野外 就在一小时前 一对背包客情侣在路边拦顺风车 小日子女孩为了顺利搭上顺风车 竟在路中央脱起了衣服 她挥舞着双手想要拦车 可是泰国人根本不吃小日子这套 长毛健壮从兜里掏出几张纸币 对着来往的车辆挥舞着 这个办法果然逗笑了 一辆大货车停了下来 两人赶紧背起背包往货车档去 本以为有好心司机带他们一程 没想到司机胡子男并不是免费的 伸手向两人索要了车费 路上女孩接了一个电话 胡子男的手机也响了 可是胡子男接电话的心情并不好 女孩赶紧挂断了电话 就在这时 车厢里传来猛烈的敲击声 小情侣感到很奇怪 因为胡子男和小伙都一声不吭 持续的敲击声 让长毛忍不住问胡子男车厢里有什么 没想到胡子男非但不回答 反而踩下油门加快的速度 他从公路上拐进了一条乡间小路 此时长毛感到非常不安 他让胡子男赶紧停车 而胡子男一脚急杀将车停在了路旁 随后拿出一把手枪对走的长毛 长毛顿时吓尿了 随后胡子男下车检查车厢 就在他打开柜门时 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两人 男人发现车厢里全是尸体 尸体的双眼翻着白眼 此状极其恐怖 胡子男脑袋里一片空白 自己只是运送几个偷渡客而已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为了不惹或上身 胡子男跳上车厢准备往车下搬尸体 眼看短毛还愣在原地 胡子男让他赶紧上来帮忙 他们将一车的尸体全部抛弃在田里 然而短毛却掏出一把匕首 然后划开了尸体的肚子 他从里面掏出了几袋粉末 原来是装粉末的袋子破裂 这才导致所有的偷渡客身亡 胡子男看见短毛手里的东西大惊失色 没想到短毛会做这样的事情 气得胡子男把短毛打了一顿 事已至此 胡子男让短毛自己处理好尸体 而他去解决车上的那一对小情侣 没想到小情侣偷偷下车了 长毛还抢走了胡子男的手枪 他让两人举起手站在一起 就在这时 长毛身后的尸体突然站了起来 短毛吓得瞪大了双眼 只见尸体一步一步朝长毛走来 然后一口咬在了长毛的脖子上 长毛当场就领了盒饭 胡子男见状转身就往车上跑去 而短毛见女孩吓得愣在原地 就在他拉着女孩逃跑时 胡子男却直接开车跑了 地上的尸体开始一一变语 从地上挣扎着站了起来 长毛和女孩想要追上大车 身后越来越多的丧尸追赶着他 还好胡子男放大了车锁 两人终于跳上了卡车 可是大批的丧尸仍然紧追不舍 试图想要冲进车厢 在两人的合力下 成功地把车门关了起来 本以为暂时安全了 可是没想到卡车翻车了 一男一女被丧尸追赶 还好跳上了卡车得以逃生 本以为已经安全 没想到卡车发生了侧翻 等两人醒来打开车门 发现已经到了晚上 短毛拿着手枪出去查看情况 发现胡子男已经被丧尸咬死了 此时车厢里一个人引战了起来 女孩吓得捂住自己嘴巴 等他转过身来才发现 这是一个幸存的小男孩 回来的短毛发现了男孩 看见了男孩翻起的白眼 短毛回想起男孩也吞下过塑料袋 他立即拿起玻璃想要解决男孩 可是女孩却把男孩护在了身后 他看见短毛手中的玻璃 急忙拿起了放在地上的手枪 眼看短毛拿着玻璃步步逼近 女孩直接扣动了扳机 短毛当场领了盒饭 随后女孩带着男孩坐上了一辆汽车 他从晚上开到了白天 终于来到了一个热闹的城镇 女孩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就在他转头望向男孩时 发现他双眼泛白早已经死去 女孩惊恐地举起手枪瞄准他 原来男孩也变成丧尸了 此时一辆火车急驰而过 火车的鸣笛声遮盖了两声枪响 可是下车的却是小男孩 只见他对着人群嘶吼一声 然后冲向了密集的人群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千万不要乱吃东西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